好,带大家来看到2023年云朗观光泰鲁阁峡谷马拉松 即将在今年的11月4号开跑了 得天独厚的壮丽峡谷地形 去年吸引超过了1万名选手共襄胜举 24号起开始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报名 24号下午举行了记者会宣告活动是正式的起跑 今年迈入第24届的2023云朗观光泰鲁阁峡谷马拉松 将在11月4日开跑 5月24日晚间6点起将开始受离为期一个月的报名 全马半马逍遥马和快乐马四个主别 预计将破万能参与赛事 24日下午在华联汉平酒店举办报名记者会 为活动正式宣告启动 事实上我们的人生运动很重要 希望大家也把泰鲁的马拉松 当成人生一定要完成的一个路跑赛事之一 其实我今天来跑泰鲁峡不是为了成绩 是我可以用我的眼睛 我的身体 我的耳朵去感受大自然的美 然后人类的渺小 最难的就是跑出去的那个第一步 因为千里之行是一组下不用很厉害才开始 开始了就很厉害 所以我希望今天不期待泰鲁峡马拉松 全世界每一场赛事 每一个活动 大家都可以因为感动 因为感恩 开始 Run and learn for nature 泰鲁峡马拉松 加油 一定要来到花园 花园 人们一辈子一定要来跑一次泰马 才能过瘾 才能感觉来到台湾 来到花园 所以二十四年始终不间断 尤其是即便是疫情 还是不间断 我要谢谢观光云朗 谢谢云朗的坚持 让冠名赞助没有一次的间断 一直往前推进 虽然千里面稍微比较辛苦 但是我们依旧高峰 光光 可败 而现在我们更希望来一场负责任的慢跑 而来一场永续 符合现在的永续SEGs的慢跑 Run for nature 以花卉 果实 鸟类和太阳 作为今年主视觉呈现 同样秉持环保永续减碳的精神 不仅运用在环保水杯 在跑符上也是同样在利用制成的概念 今年科技公司也将提供跑者免费下载留纯赛道照片 共同邀请民众穿梭在泰鲁格壮丽山水间 记者长方愿 华林士报导